最新轰动消息!马华赖得就赖!马石友和冒销不犯这种低级错误还能赖给行动党,实在是够强啊!快看!马华还说出这种卑鄙无耻的话! 哇靠!犯这种低级错误还能赖给行动党,强啊!其实如果真的那么歧视狗,硬成狗狗卡通也没什么问题吧!何必搞到那么扭曲,那么别扭,人民不是白痴! 从出稿,排版,到印刷那么多个流程都会还有出措!编辑和总编可以打包回家了吧! 吉隆坡17日讯,马石友,Petronas,日前为配合华人农历新年,特别赠送历史丰给予顾客,然而由于该历史丰以白色为底色,在社交媒体引起争议,马石友随后也已做出道歉! 马石友是通过其面子书专页发文指,该公司并不是有意忽略文化敏感性,且在接获国民的反馈意见后,已重新设计并派发新红包! 历史丰主要的设计在于展示来自马石友画廊收藏的中国墨水画,即有着迎接新年新希望和新曙光的寓意! 然而历史丰浅浅浅色的背景,被误认为是白色,而那是在华人文化中,属于不吉利的颜色! 从网络上的照片可见,马石友的历史丰,是以米白色为底色,而上面印有金鱼在河下悠游的水墨画! 马石油并不是第一个误发白包给予华裔的单位,土权会曾于2012年举办新春团拜时,也以白色小信封取代传统红包风,派发给出席活动的长者 当时大部分出席者均是华裔,而在领取白包时,众人显得讶异,令现场议论纷纷 而土权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里事后则表示,那纯粹只是个白色信封,并没有别的意思 根据华人传统习俗,白色是代表丧事,而华人在出席丧礼时,也会给予白包致意 国有的白包以及冒销部的鸡肺农历新年广告相继闹出风波后,把华宗教和协局主任正连科探罚在野党,尤其行动党乃渲染祸首 为了谋取政治利益,不惜分裂国家 我们马华呼吁人民不要为这种小错误而愤怒或斤斤计较,甚至小提大做 这些错误乃无心之失,而负责人也已经低头道歉 马来西亚人应该宽容,不弱行动党,我们爱护国家的多元团结 我们是时候向前走,关注更宏大的图景,团结成就伟大的事情 误让在野党所编织的有毒政治谎言分裂我们,误让其他种族误以为华人是苛刻而报复心中的种族 刻意渲染无心之失 正联科在今天文告指出,国有的白色红包及冒销布的鸡肺光告都是无心之过 但是有部分人却试图把职渲染成侮辱华社的意思 他补充,国有和冒销布都已道歉,但有些人在此之前就大肆炒作此事 以至外国媒体也报道了这次风波 他更点名批评南华早报的标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该标题是因华人苟年,广告的鸡肺球是 大马政府受人嘲笑 Malaysian government mocked for featuring barking rooster in Chinese ear of the dog Abcock, up 不择手段攻击政府 正联科接着点名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以及西蒙秘书处主任塞夫丁阿都拉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们抹黑国内族群关系以恶化至爆炸的边缘 以挑起华人的愤怒 只要有种族摩擦 林吉祥就会不惜利用手上一切课题来服务自己的政治议程 归咎国阵政府或马华 此事非新鲜事 郑联科更指出 林吉祥就曾发表令人不耻的推文 讥讽在国阵治理下机会费 到明年他或许还会像猪般呼噜叫 因此呼吁民众要在第十四届大选换政府 他强调 在相关单位道歉之后 华社早已原谅 多数已不绝受冒犯 因为华人是务实和随和的族群 马上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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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